看到沙烏地阿拉伯的国防部发言人 在23号 他们很突然地就公开邀请伊朗 在鸿海和阿曼湾要举行 双方联合军事演习 而且彼此还互相邀请对方参观各自的军港 这个邀约最特别的是 过去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的冲突之一 就是沙特 沙烏地阿拉伯这边 支持叶门政府军 和伊朗所支持的叶门叛军青年运动交战 而青年运动就是现在 威胁鸿海航运还有以色列的主要力量 曾经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这个过去是剑拔弩张 在2016年两国断交 2023年3月双方恢复外交关系 当然这个恢复外交 中国大陆是着力甚深的 那最近这两个国家 为什么又突然看起来 好像手牵手起来了 那文教老师您觉得呢 这个要办联合军事演习 还互相参观军港 沙特沙烏地阿拉伯背后的盘算是什么 您觉得 其实呢他们之前当然就是您所讲的 这个有这个所谓的不共戴天嘛 但是在2023年4月6号 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促成之下 他们就建了交嘛 那其实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我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 那时候纽约时报特别做一个专栏 他说其实呢这个显了意见 他们的建交意味着 这个美国在中东的势力 四分之三的事迹是主要的 现在已经变成不是主要 而是让中国也进来这个所谓的中东 被削弱了 削弱了 因此我想才 这个其来有之为什么他们会 透过这次的这个联合的演习 那当然有几个考虑 当然就是因为 他们认为说 其实他们也是中东的主要的起手 不是被下棋的 所以在中国可能在幕后的一个支持之下 那当然他们两个就要进行军演 那军演的目的当然就是要维护 他们区域这个安全有稳定 因为毕竟他们不希望 这个中东受到以色列 跟这个他们的一个冲突 然后造成这个整个中东的一个乱局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我还是提到就是说 有关经济利益跟他的这个航运安全 因为毕竟红海是这个 是个沙烏地阿拉伯 他石油的一个主要出的一个进出口 那那个这个有关阿曼湾呢 却是这个伊朗 他的一个主要航运的一个主要的 一个运输空道 所以他们的联合军演 其实也在维护这个航道的安全 然后降低战争风险 来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跟石油的利益 那当然最后一个部分 就当然讲到一个地缘政治一个平衡 因为既然这个美国的这个 在中东的影响率将降低了 那如果一旦呢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伊朗 他有中国的一个支撑在 那自然而然呢 他们就会占成两 就是也是等于美中博弈之下的一个 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 他们之间的一个就是一个磨合 那一个合作之后呢 我想他们这样可以看得出来是 美国中国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 其实都是在中东 这个局势底下的共同的起手 而不是谁是起手谁是棋子 我想他的战略目的凸显在这里 最近媒体的风向似乎也有点改变了 就连比较挺这个民主党的CNN 也看不惯贺锦丽最近的一些表现 像是画面当中这位 CNN的女主播 也是女主持人叫做Bash 那么她就是呢 在贺锦丽面对媒体第一场专访的主持人 最近她就说了 她认为跟她谈过话的民众呢 告诉她说 如果贺锦丽现在的目标是要搞定那些 还没决定投给谁的选民 这些选民告诉他们说 他们真的觉得贺锦丽实在没有办法 在这一点上面办到 NBC则是报道说 那么如果川普到时候呢 过早自行宣布当选的话 这会给川粉们发出一个讯号 就是川普已经赢了 任何选举日后所计入的选票都有问题 好 现在在全美国51个选区 超过2.3亿的选民当中 根据最新的报道是呢 已经有大约2500万选民 已经完成了提前投票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万一 是万一 川普最后他落选了 这美国会大乱吗 文贾老师 我想从那标题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川普选举的十拿九稳 刚刚这个张老师 你也觉得他十拿九稳吗 对 因为我想说 就整个一个层面的话 他刚刚这个张老师也特别提到 是川普 喜欢川普跟不喜欢川普 在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在做博弈 那我认为整个 这个美国大选 我来持平来看 其实川普呢 他占尽了天使第一人和 包括他的经验 经验是不可取代的 我看如果是刚刚的也讲 如果七月十三 他不是那种参战的话 贺锦丽根本没有机会 也没有资格出来 那所以呢 我看是这个十拿九稳 这是一部分 而且此外呢 你看包括这个 尤其是比较亲民主党的 这个CNN 包括我们想说 像这个华尔街日报 还有这个福斯电视台 他们也是认为说 川普还是 现在也是胜过于这个贺锦丽 那我想呢 这个 第二个标题要讲的说 美选就会不会重演 国会山庄的暴动 对 如果特警力 最后还是赢了 当然啦 他 现在川普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 如果说他就先跟你说 我已经 提早宣布他当选了 如果万一落选 他就认为有理由 是说被作票 他只要被作票 他认为说 他就有暴动的理由 就像2020年一样 这个国会山庄 当初呢 其实有1月16号的人 就当初有几千万人 去冲进去国会里面 然后呢 才能暴动 包括那时候 我记得 是有一名园警 然后包括四名民众死亡 之后呢 又四个园警 因为受不了压力 就自杀了 那但是实际上 现在官司还在 禅宋之中 显了意见的 这个川普显了意见 是造反有理 如果他这一次呢 登在当选的这些 之前的事情 可能就没事了 那因此我想 这个 这个他是会进化的 我想川普会进化 就像动物一样嘛 都会找到 他自己的出路 我想川普 他也想好了 万一他落选的话 他如何 还要去硬凹 那我想几个部分 当然就是这个 他肯定会诉求 所谓的这个质疑 选举的结果嘛 就是寻求法律之外 他也会建构一个群众的 一个组织运动 动员群众 对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非常进化了 他如何去操弄群众 你看在这个选举里面 他这个操弄的 这个每一个 我觉得非常的激动 显了意见的场子 非常非常之热 这个远大过于这个贺锦丽的热度 那当然他也会操控媒体 因为我想他富可敌国 你看他现在对整个媒体 你看大概一面倒 就是会支持他 哪怕是比较支持民主党 他也会支持他 所以他会用整个方向 第一个法律 第一个群众力量 第三个就是媒体 来凸显说他这个 这是选举不公 甚至以后他虽然选上 也用他用三套 这个所谓的利器的法宝 来维持他的执政的稳定 跟他的这个持续 如果川普真的重新执政的话 当然连带可能会产生变化的 还包括了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两岸关系 赖清德总统在25号 台湾光复节纪念日饶到了金门 他对古宁头战役 75周年发表的谈话 除了重申落地申跟说 他也再度表态 不能也不会让任何外部势力 改变台澎金马的未来 大陆方面就看到 他们由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 回应说 无论民进党当局 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 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更改变不了两岸终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而这两天 就是看到陆军棚防部 那么罕见的 在这个大陆军演期间 其实就是连续四天吧 在马公 山水 沙滩 每天都进行 正将操演的火炮射击 最近也看到了 美国的外交政策 他们的期刊就披露说 在围台军演期间 台湾方面看到 携带雄风反舰飞弹的 机动地面部队 海风大队的藏匿点 已经被中方的情报单位给掌握 并且警告说 如果这是实战的话 海风大队恐怕在数秒之间会被歼灭 虽然说听到国防部长顾立雄 有特别出来说明说 海风大队藏匿的地点不止一处 但是很让人担心的就是 因为在外交上最近也看到 南非出现了代表处 要求被搬离的事件 所以从蔡政府到现在的赖政府 备战论 也就是备战才能够避战 文教老师您觉得 包括连美国外交政策现在都提醒说 台湾的武器部署漏馅要当新了 那在对照刚才听到赖总统在金门的谈话 您觉得这中间您怎么看 有什么意涵 我想先从第一点来讲 这个赖金特总统昨天去了参加古龄头 这个战役75周年的一个谈话 那他也充分显示刚两个部分 一个是重生落地生根 那显得一件的这个古龄头这个战役 其实是国共内战 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战役 如果那战没有守起来的话 可能不论是金门要沦陷 是台湾可能也会被沦陷 因此呢也因为有这场的胜利 所以才有台湾能够让这个中华民国建立一个 所谓的复兴基地的一个战略构思的一个落实下来 那因此呢这个赖总统昨天特别去呢 其实他在继 这个我记得在5月20号就任之后 已经先去了一次 823也去了一次 那时候是今年61周年 那现在呢是这个75周年古龄头 那因此呢 显得一件这个赖总统对这个 这两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役 都非常的重视 而且呢也重视这场光荣的历史 此外也来凸显我们现在 两岸这个紧张情况之下呢 那对这个防务的一个重要性 而且他特别勉励的这个金黄部的官兵 那因此看来呢 不管是重申落地深耕的主张呢 其实他是对离岛的一个承诺 不管怎么样 他在稳住这个台湾金马的一个防务的决心 此外不让外部势力介入 那代表是什么 我们对外的一个坚定的一个立场 特别在两岸紧张情况下的 向国际划出的讯息 不仅是国内是对国际的讯息 那因此呢 你刚才提到这个有关第二 这个澎湖部分 新澎湖部分呢 他最近都在 这展开一个叫 镇江操演 那是清城的操演 他是符合的 那为什么叫清城操演 其实我们就话 讲到这个 这个康熙22年 我们讲个历史 191683年的时候 那时候司狼呢 他派了 六月份派了怎么样 派了有两百多个战舰 那其实他这个 在镇守的这个 这个 这个镇成功部队 镇金部队 其实他们认为说 六月份可能不会来 而且不会早上来 因为有台风 就真的来了 真的来了 所以这次呢 彭帆部特别 在夜间执行 那代表是怎么样 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这个中共呢 可能随时会来攻打 就是预防气息 对对 因为 因为澎湖的战略 位置非常重要 我们从历次的 不关照爆章媒体就讲 如果说中国要武统台湾 那显了意见的 就是会 先对这个 所谓的 先制澎湖啊 因为澎湖是个 所谓的战略要道嘛 而且刚好是大陆 跟这个台湾的中间的部分 所以呢 地方也不大 所以他要先拿下来之后 就讲个不作用一个变成一个 所谓的桥头堡 此外呢 能够威责台湾本岛 他不要一下子把台湾摧毁掉 他先拿下澎湖 那所以呢 当然 现在中国的军演 非常的这个增加 所以 澎湖黄部先办了这个军事操演 我觉得 也是能够相应的呼应说 无事抵制不来 而事为代之 那当然讲到说 美国对台湾 这个武器的部署的部分 那我认为 长一点虽然被掌握了 那显了意见 美国对军事的部署 还是存有的一个担忧 所以我想呢 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做好一个 所谓的战力移转 战力移转的准备 比如说 你刚刚这边请 可能要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假动作 或是任一个 专利移转的部分 比如说 可以放到后方 或是一个 利用一个地形地物来做一个掩护 那当然啦 此时此刻我认为 这个川普 又讲到川普 如果说一旦 这个真的当选 那对两岸呢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一个关键 那我们也认为呢 其实很多事情 也等到11月5号 明朗之后呢 我们可以 再做一个进行为的判断